美国又出事了,你肯定想象不到在中国餐桌上的美味引进到美国之后在短短数年就占领了美国大部分河流。 并且随着全球化发展,各国经济发展起来,外来物种入侵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世界各国都遭遇过类似的问题,哪怕是人际罕至的南极洲亦是无词。 外来物种入侵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生态问题,这次鲤鱼入侵美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站长就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这背后的故事。 在节目开始前,动一动您发财的小手长按点赞两秒并关注一下,这样既可以浏览往期的视频也不会错过最新的动态。 近年来,由于自然环境差异加上地理因素的原因,部分在我们眼中觉得普通的生物到了另一个地方就可能成为让人头痛的灾害, 比如说亚洲鲤鱼,亚洲鲤鱼其实并不是指的鲤鱼,它是指原产地亚洲的鲤科鱼类。 美国人对青鱼、草鱼、雍鱼这些离形鱼类都统称为亚洲鲤鱼。 大部分物种入侵都是在人类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引进的,但是亚洲鲤鱼不一样,它是被美国人特意引进的。 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境内遭遇一个生态难题,各大湖泊中,浮游生物肆意生长,严重影响当地的生态平衡。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人特意从亚洲引进鲤鱼。 最开始的时候,这些鱼类被卷养在特定设施中,用来处理水生植物泛滥的问题,结果也是非常的不错。 然而在遭遇洪水期间,这些鲤鱼纷纷离开原本的特定区域,来到各大湖泊中繁衍生殖。 自那以后,鲤鱼就成为美国人的噩梦。 亚洲鲤鱼的食量惊人在美国往往能够长到几十斤重,体型超过两米更是毫不稀奇。 一个普通成年人抱起一只亚洲鲤鱼都费劲。 在国内,我们所看见的鲤鱼往往都很难超过十斤重,大多都是只有一斤或几斤重。 像美国这种几十斤重的鲤鱼,在中国的市场是很难见到的。 哎,这就非常奇怪了,亚洲鲤鱼离开中国还能成经不成。 其实啊,这是跟生长环境有所关系。 鲤鱼的寿命其实是非常长,如果没有中途被人类捕捞的话,活个几十年时间问题不大。 最重要的是,鲤鱼属于杂食动物,每天最高可以消耗自身40%体重的食物。 成熟以后,体重往往能够长到20斤到100斤不等。 在2005年的时候,亚洲鲤鱼就占据美国河流鱼类75%的数量。 由于亚洲鲤鱼这种物种是被人为引进的,因此它们在美国河流领域根本不存在天敌。 这就导致亚洲鲤鱼在美国快速繁衍,以至于泛滥成灾。 亚洲鲤鱼的存在对美国的生态平衡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 最重要的是,当亚洲鲤鱼受到干扰的时候会做出跳出水面的行为, 其跳跃高度可高达三米,可以对人类的安全造成威胁。 发生过亚洲鲤鱼致人受伤的案例,在2009年开始就开始大规模地捕杀亚洲鲤鱼, 请了非常多的专业人士,但效果不佳。 它们强大的繁殖能力让其很快就会再次泛滥成灾。 为了阻止亚洲鲤鱼泛滥五大湖,美国甚至还拉起了电网, 但是有些鲤鱼会跳过电网,有些鱼苗会钻过洞眼, 因此亚洲鲤鱼依旧在美国泛滥成灾。 在2014年时候,美国政府更是宣布要斥巨资180亿美元, 建立堤坝防止五大湖遭受亚洲鲤鱼的入侵, 但是这个堤坝要25年才能修建完, 让人非常怀疑,在这个堤坝建起来之前, 亚洲鲤鱼都可以占领五大湖了。 可能有人觉得鲤鱼泛滥是一件好事, 这样就源源不断的美味鲜鱼可以品尝。 其实不是的,亚洲鲤鱼在美国根本就没有市场, 美国人对于吃鲤鱼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感兴趣。 美国人的饮食习惯让他们认为, 这种淡水鱼腥味较重而且鱼刺比较多, 吃起来比较麻烦。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美国人才没有选择去吃亚洲鲤鱼, 这就让他们得到了充足的发育时间。 美国人想了非常多对付亚洲鲤鱼的办法, 但是都没有很大的效果。 最后,美国亚洲鲤专家和他的同伴们 组团到中国来寻找解决亚洲鲤鱼在美国泛滥的方法, 中了中国一种捕鱼方式, 那就是东捕。 在中国北方地区都会在冬天进行集体的捕鱼活动, 于是美国的专家回国, 根据中国的捕鱼活动结合了美国的情况, 发动了多起有奖励的捕鱼方式, 竟然让亚洲鲤鱼泛滥的趋势有所减缓, 这也让他们非常惊喜。 美国人引进亚洲鲤鱼是因为有另外一个物种, 破坏了他们的生态平衡, 那就是水生植物。 这样一来, 亚洲鲤鱼就拥有充足的食物来源, 而美国人不吃亚洲鲤鱼, 这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最后, 能够长到这么大呀, 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不一样, 中国的鲤鱼基本上都是人工养殖的, 为了能够上餐桌, 这些鲤鱼往往饲养时间不会很长, 鲤鱼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成长, 因此, 我们看见的鲤鱼体型往往都是很小的, 超过10斤重的鲤鱼都是非常罕见的。 这样的体型在鲤鱼的生命周期里面, 就连成年期都不算, 首先是亚洲鲤鱼都喜欢群居生存, 其中一些个体喜欢在河水的上层游动, 并且喜欢跳跃。 当它们受到惊吓, 或者是外界环境变化时, 它们会跳跃到水面上, 而跳跃之后又会带动其他的个体也开始跳跃。 这种现象在我国也非常常见, 人们经常能够在傍晚时分看到它们在水面上跳跃。 体重较重的亚洲鲤鱼在水面上跳跃时, 一旦击中人类, 有可能将其击晕, 甚至会导致它们溺水死亡。 在亚洲鲤鱼种群数量较多的地区, 当地人们发明出了一种独特的钓鱼方式, 射箭。 射箭的人无需技术有多高超, 随便朝向水中射击都有可能射中鱼而闷, 这是因为当地的亚洲鲤鱼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当它们听到船的动静后, 又会纷纷跳出水面。 只不过射箭的人也有可能反过来被鱼伤害。 一些亚洲鲤鱼在跳跃过程中有可能会击中正在射箭的弓箭手, 狠狠地用尾巴甩了几巴掌。 2007年, 一名男子突然遭受到了连鱼的攻击, 导致当场丧命。 曾经有一次, 美国军队在密西奇笔合上进行演习训练时, 训练的声音导致河水中的亚洲鲤鱼受惊, 大面积跳跃的亚洲鲤鱼严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行进速度, 有些队员还被跳到半空中的亚洲鲤鱼击中导致受伤。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鲤鱼在中国是一副病奄奄的样子, 但是在美国能够长得那么大, 这一切都是因为中美两国不同的饮食习惯导致的。 最重要的是亚洲鲤鱼在美国没有任何天敌, 由于亚洲鲤鱼泛滥成灾, 严重地影响当地的生态平衡, 最重要的是已经威胁到美国捕鱼业。 因此美国相关部门必须采取严厉的手段来遏制亚洲鲤鱼的生长, 每年在此花费大量的资金, 亚洲鲤鱼为何无法根治? 亚洲鲤鱼在美国如此猖狂, 那美国就没有想办法治理吗? 其实,美国想了很多办法, 奈何都不管用。 首先是我们最为常见的捕捞, 虽然捕捞能够消灭一定的亚洲鲤鱼, 但是亚洲鲤鱼的繁殖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每年可产卵一百万。 而野外的亚洲鲤鱼寿命高达二十年, 这就导致只要有一条漏网之鱼, 就会让亚洲鲤鱼重新崛起, 并且捕捞成本也比较大, 而亚洲鲤鱼的经济价值又非常低, 因为较多的鱼刺以及较重的土腥味, 让他们当地人不是很喜爱, 所以很少在当地人的餐桌上见到他们, 只能将他们加工成宠物饲料等等。 而这又使得他们的经济价值较低, 捕捞非常不划算, 所以只有国家补贴才能推动当地渔民捕捞亚洲鲤鱼, 其次是电鱼和捕捞相比, 电鱼能够在较短时间里杀死更多的亚洲鲤鱼, 在国外一艘渔船使用电网捕鱼, 刚刚在水里通电后, 水里的鱼儿们就集体蹦起来了, 拍打着船上的人, 只不过电鱼和下毒一样都会无差别地杀死附近的鱼类, 导致一些本地鱼类也受到波及, 所以这种方法很少使用, 人们只能采用捕捞以及阻拦的方法, 防止亚洲鲤鱼蔓延到五大湖中, 为此, 美国先后已经投入了180多亿美元, 但依旧没能够将它们赶尽杀绝, 美国也想过将泛滥成在的亚洲鲤鱼卖给我国, 这样既可以赚钱, 又能控制亚洲鲤鱼的泛滥, 但是我国虽然喜欢吃鱼, 但是我们喜欢吃新鲜的鱼, 而且我国自己养殖的鱼类已经能够满足国内的需求, 再加上美国千里迢迢送来, 运费都比国内的鱼还贵, 所以在市场上根本没人要, 就这样, 美国鲤鱼仍旧成了当地的老大男问题。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发表自己的看法, 喜欢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 推荐给更多人看哦,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